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214年五十三十六进八的一个淘汰赛 观察方钓鱼岛对面绍兴剑户 也就是猴哥团队 鱼岛这边还是一如既往 选择上了自己比较擅长的一个四宝一花果山 女儿武装花山地府花果山一把英镇 对面选择上的是猴哥那边 一直比较喜欢玩的宙师普夺的阵容 盘斯武装宙师加魔王 地震也是被观察方英镇大克了10% 那咱们看一下这比赛神能大象 先看花果山哪有状态 打的三十回合观察方钓这边是 哎,漫天呢 漫天应该是飘了两层了 加过亡两追魂的 那状态为什么不 哎,漫天两层加过亡两追魂 给了一个佛法无边 嗯,猴哥那边的魔王 基本是全魔加点输出是非常的高的 啊,猴哥那边花生死的宝贝已经被清干净了 那花果山没事干的 就剩下清宝宝了 这样灵气 加上摇个铃铛 负贱猪四进一下药 女儿又被磕了三个药 剩下十个药品 倒是也无所谓 猴哥那边前期也是出过地厅 冲过的也明白跟鱼老打 你拖到后期你也没法打 猴哥前期就是在 十六回合左右的话 啊,有那两点宁远的时候出过几个地厅 本身回合团队他地厅不多吗 啊,出那么几个也就没有了 再加上观察方这边再亲一亲宝宝的话 生死宝宝就用干了 哈哈,用干了 早早就用干了 独独说 起个战胜锚点 对面也是一样的操作啊 先把书立起来 持续性的去增加一个伤害 大死亡宝宝 高宫的大死亡宝宝 一直拍着对面天地同寿的一个魔王 也是希望有朝一日啊 能给身上套上那个骷髅头啊 给他转圈圈 有一个说法啊 当然我知道这个是 人们瞎说的啊 但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说伤害越高 打上大死亡的概率就越高 我不知道早期啊 早期梦幻大家听没听说过 这么一个说法 啊,但是这个时候胡扯呢 这个并不影响大死亡的一个概率啊 多一多 破天 剑射 破天是不能被贴保护的 还有一个只要没打死啊 没打神又没打死 他会有一个剑射的效果 迷船 也没有出无穷大 大死亡继续拍 其实如果鱼岛这么去上一个四宝一 有一个唯一的好处是什么 会给很多啊 就打算用五宝灵去打鱼岛的团队 一种错误的信号 啊,就是我逼着你们不 不上五宝灵 这样鱼岛的国标反而能释放出来 你想想是这么个事吗 有的时候他们豪门打PK 打的也是一个心理学嘛 他一直上四宝一 四宝一 你别团队因为四宝一打五宝灵好打 你别团队可能真还不敢 在打鱼岛的时候去上一个五宝灵 然后呢鱼岛就一把国标切进来 我无非跟你拼打嘛 你顶多上个国标 我也上个国标 大家拼打 我估计下一轮吧 差不多啊 鸟村在控对面 灯走起 九百多的灯 抵消紧箍咒的效果呢 是相当的明显 落花车尼 再控一下花鼓山 落花车尼属于特技类的技能啊 他 不受天尼同兽的一个影响 无所遁形 小旗子立起来 头上有神阵 有小旗子 选择了先立小旗子 磨刀不过砍柴弓 花鼓山太依赖状态了 先把状态往上夹一夹再说 两千色 这回合 关掉方花鼓山也动不了了 那没事干 战敌 那个啥 书也读过了 场上也没什么地形 连加战敌的也没有 没事干了 这回合动不了了 被落花成尼封种以后 他只能是用 灵宝 只能是用灵宝 魔火 分射 六千 这波有一把 棒打雄风 赌一赌 哎呦中无魂了 嗯 但是第三把漫天飘出来了 这样花鼓山伤害就更高了 王长追回也加过了 三把漫天飘出来了 就差个魔镜孩子了啊 关掉方场上这孩子 他是归宿的啊 他不是魔镜的 他归宿孩子 差一个魔镜孩子 头上两把小旗子也立起来了 哎 这状态还是很完美的 现在关掉方需要一个点杀啊 需要一个点杀 去把地府的灵源扔出去 然后 慢慢打面上清场即可 猴哥那边已经给予导造不成任何的一个威胁了 打了将近四十个回合 其实双方的药品 小伙伤都不大的啊 关掉方女儿村 那都是被对面盘司把药给尽了 他整体吃的药是不毒的 对面也是一样的啊 都还有十大几个药呢 小死亡 哎 魔王点了一把防御 有大死亡小死亡挂不中 身上有对接金身 还点了一把防御 拿捏 知道你想对魔王动手了 火哥这个善恶伤害有点高的 好 瘴气丢一丢 要个铃铛 金刚护体拉上 灵源退口 火天一万 打死不见射啊 打死不见射 打死能见射的话 你说的花股山有的时候 一个破天敲一万两万 这得建设多少啊 建设五千八千了 一个破天下去人全没了 女儿村在控 踩个塔 人解封印 哎 观众方破保护 这波是又想点了 想点对面武装官了 有一把当头小死亡挂重 当头两万三 出甲两万三 出甲两万三 状态实在太好了 把武装官点死以后 观众方地府手里五点零元了吧 地府手里现在五点零元 对面没办法 观众方圈得扔出去了 这长时间的没有武装官形成的鱼岛这边的 相对还比较完美的一个五打死吧 啊 这么一个五打死 猴哥好像不太好招架了 鱼岛这时候其实可以换地厅了呀 局面已经打开了 还有一把破天 精青放出来 锦固咒又全部解掉 愤怒不好控制啊 没速度嘛 观众方一二速对面 怎么控愤怒 这太难了 齐天神通 继续把状态往上加一加 小骑子也有 神针亥亥也有 看一下观众方起哪个技能吧 因为他小骑子结束了嘛 起状态也可以 直接起飞也没问题 毕竟有一个齐天神通在 无所遁形 神针亥 先起了无所遁形 先把小骑子立起 哎 出发量了 三把小骑子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小骑子这玩意啊 你没骑子的时候 用这个技能 他就是两个小骑子 你有小骑子 用这个技能 他就是立一个小骑子 所以就两次用无所遁形 出来三个小骑子 成奇数了 他可以无限起的 你可以一直起 你只要刷到这些技能 你可以一直点 一直点 整自己一脑袋起的 这没人管的 这可以一直用的 大死亡 拍中 无魂 小法宝给你丢一丢 既然控不了你 那就给你丢法宝 你看 漫天一把 又中无魂了 不过关键后 漫天已经飘漫了 这把漫天算是白送 打了四千多 已经看出来 他的一个伤害了 你要知道 那个是花神寺 随随便便 一个漫天 平他还有盾 花神寺身上还有盾 打过去就这么疼 拿接着给他丢法宝呗 什么无魂啊 发神响啊 全给他扔过来 比赛可以说啊 但你花五山想有游戏体验 对不起 那不行 幻境术 你发北侠又中了 小死亡 你看又打了四千八 出甲四千八 出暴击了 你可以拿地听杀人啊 但你想花五山有游戏体验 不可以 这样七天神通也就结束了啊 七天神通的话维持三个回合 有50%的概率出发链 所有技能都可以 状态类的面伤类的单秒类的啊 他都是可以发链的 50%的一个概率啊 你就像化身寺的佛法无边 他只针对于一些单个目标的法术啊 比如说当头啦 破天啦 杀威铁棒啊 啊 就像神神汉海啊 小骑子这一类的啊 化身寺的佛法无边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杀威铁棒啊 杀威铁盛 摇个铃铛 无间地狱开启 破天 两万三 赤子扔一扔 这比赛已经进入尾声了 呃 猴哥是属于哪种团队啊 就说白了 就是你你 咱们老说一句话 狮子博土 优用那个啥 权力 啊 就打猴哥 猴哥这个团队不是说不能跟豪门打啊 他就跟豪门打的胜率低一些 但是他整体的硬件又还不错 猴哥也曾经赢过一些豪门 怎么情况怎么赢呢 就是你小瞧猴哥了 啊 或者是你打的比较随意啊 猴哥那边运气再好点 他是可以赢好门的 嗯 他是可以赢好门的 所以打猴哥一定要把 猴哥你去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对手 不要抱着一种就是那种 哎呀 猴哥啊 这不是 保送吗 对吧 杀了猴哥了 这不是保送咱们吗 啊 随意随便啊 随便打随便打 这种心态往往容易输 现在有很多这种团队啊 比如说像龙福山 水破梁山 东海捞山 呃 大明湖 橘子舟 太州湾 群星璀璨啊 就很多这种服务器 就是他 我可能跟你豪门 我就是打不了 啊 但是你只要粗心大意了 只要你小瞧我啊 只要你打的比较随意 那人家就是可以赢你的 正是每一个对手 你确实才能把你真正的实力 才能发挥出来吗 你赢猴哥无所谓啊 对吧 谁也不会把这当个事啊 但你要输了 好家伙 这是个大事 可能这个月的新闻 人家就这个 就霸占了 猴哥还不错啊 每个月现在基本稳定的 一个16强的团队啊 人家30老能刷进去 这猴哥比较厉害了啊 三胜每回都能进去 现在很多豪门团队 小主赛不敢放水了 三胜实在是太不稳了 比如说宝哥 对吧 三月份的宝哥 四月份的福祖庙 五月份的雪山 你三胜你就进不去 一万三又是一把破天啊 现在需要神针 他也刷不到 关照万象 继续 九千 三千五 化身四 倒地 比赛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 帮忙点关注 没有点赞的 帮忙点赞 一万八 嗯 遇到这边也是顺利的进入了八强 这轮的话 强强对决只有紫玉金城和西长 是一个强强对决 没有别的 战敌 延长 七天神通 关照万象 大大 大大